这次在宫里传来的月圣 这是从宫里传来的月圣吧 殿下您说 王军这会儿在做什么呢 的确 这是你第二次把我关起来了 这次的结局 也会跟上次一样吗 殿下 王军 也一定在为我们的事奔波忙碌吧 他很快就会还我们一个清白的 对不对 若是这次我被处死了 帝君的情节 算是完成了吗 如何了 清廷 启禀王军 臣已查遍一干人等 目前尚无头绪 七日之线将到 你却说尚无头绪 叶将军 你到底是怎么查案的 眼下虽无直接证据证明九美人的清白 但臣以为 九美人定是无辜 为何呀 若他有心谋刺 早在祈巧节之前便可将王军置于死地 何故拖到现在 更何况 他当日还曾在战场救过王军和臣的性命啊 他没有杀害本王的动机 这本王都知道 九美人纯真善良 心直口快 并非诚服深辰之人 请王军明鉴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萧九不理 这让本王怎么保败 下毒之人 或许会销毁证据 即使没有证据 九美人也是清白无误 王军 他是您的妾室 若您不护卫他 那 本王从始至终都认为他是清白的 清廷 我是王 不是寻常百姓 这里 是公主 不是世景人家 他 信任救不了他的命 王军 本王要的是证明他清白的证据 让磕坏鬼胎的人断了心思 而不是你的废话 臣明白 臣定会在七线之内 竭尽全力 查出九美人无辜之证据 叶将军 叶将军 告诉我 无忧高到底是什么做的 你还是不肯信我 不是我不信你 我已盘问当日一根涉事人等 他们均无下手机会 整个王宫中也只有你会做无忧高 若是找不到有利证据 我很难替你洗刷罪名 他的原料到底是什么 你告诉我 我去找他一验证明白 可是我做的无忧高 你和王军都吃过 如若我有心要害你们 那当然 小九 七日七线将到 此刻你已是生死攸关 若不将一切讲明 我便是有心也救你不得 我有话 那是什么话 我从未听说过 是我家乡的一种话 好 那你家乡在何处 我 我 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吗 自你我相识以来 你一直不肯道出你的身世 莫非你从前是逃犯不成 我不是逃犯 你既不是逃犯 那你为何不肯道出你的来历呢 你此番入宫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一直让我替你寻访周梦夕 却又连她是什么样的人 都说不清楚 你这种种行迹难免让人起疑 你不说清楚 我无法为你开脱 你走吧 叶将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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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信我 我也没办法帮你了 来 人 带她下去 是 敌军 是我无能 这次没给你帮上忙 还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沐云 我 没有把绅士和来历告诉叶将军 你会怪我吗 不 这些日子 沐云和殿下朝夕相伴 知道殿下是怎样的人 殿下不说 定有殿下的苦衷 你 谢谢你懂我 可是 七日七线马上就要到了 若是叶将军真的查不出什么 我们 若是叶将军真的查不出什么 那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我不会让你们都在这里往死 不认识 殿下 您自己都身陷大牢了 还有什么法刺 我说可以就一定可以 你不信我 信 沐云有也相信殿下 你放心沐凤蝶 上次眼睁睁看着你被我连累 这一次 就算让我受到反噬之礼 我也绝不会让你 再为我而死